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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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近出了一张新专辑叫做 《野餐》 歌词全部改编自父亲的诗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吴志愿 跟我们分享《野餐》 志愿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其实刚刚这个MV 其实只有一开头而已 前面是吴胜老师念诗 其实后面才是重点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这首歌的MV在拍什么 好 这个水田的MV 其实是一个巧合 就是当初是在我家的三合院 所以我们刚刚开头看到 那个是你家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家的 鑽寮 在彰化西州乡的鑽寮村 就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那我们只是回去那边办活动 就跟那个富邦文教基金会 有办一个青年营 在那边聊聊天 然后大家唱歌 那可能在那个环境下 我就跟我爸乱玩 我就唱了这首《水田》《急性的》 结果一唱就觉得 好像蛮好听的 急性的吗 你是说他的诗 就是当下 对 他的诗 他里面有一句就是 回来吧 回来吧 一起回来吧 对 那他的诗的原意就是希望说 我们不要用农药 不要用化肥 那我们可以让这个土壤 越来越健康 这样会有两个东西回来 一个就是生物的丰富性 可能像说很多蜜蜂啊 蜻蜓我们现在都 越来越少看到了 青蛙 青蛙 蚯蚓 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不要用农药 它们可能会慢慢慢慢的 才会丰富回来 那第二个回来就是 年轻的孩子们回来 因为现在其实就是 包括贫富差距 或者是城乡差距 对 那我爸就会觉得说 其实在农村生活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那如果台湾更重视农业的话 那年轻人在农业这一块 是更有发展性的 他也不见得是低贱的工作 对 他可能是很美好的工作 他其实是很高尚的工作 对 所以要呼唤很多年轻人 一起加入 对 所以这个MV内容 其实是 致您坐火车要回家 对 然后师母跟老师 就是在家里面 准备着你回来 对 因为其实我对他们而言 很像台北人 怎么说 因为我住在台北很多年了 我住在台北七八年了 然后我离乡也是都十多年了 都在做音乐 所以我就很像那个 回乡的候鸟一样 这次为什么会出这张专辑 一方面是因为今年是我阿嬷名单一百岁 那二方面就是我们希望借由这一张作品 除了说我们父子的合作更密切 再来就是把我阿嬷的这个农妇的精神 可以让大家知道 对 因为在做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 其实我阿嬷还蛮多话想跟大家讲 但是透过这一张专辑 然后就可以把我阿嬷的一些精神表达出来 好 老师其实写了很早之前就写了一首诗叫野餐 野餐其实就是在讲老师描述那个时候 您的阿嬷 那时候在农村耕作的时候的样子 是 我们先来听野餐好不好 今天至您接受点歌对不对 可以 哈哈 一碗一碗的白开水 一滴一滴鲜鲜的汗水 滴在母亲一样 铺着的泥土上 不是国质 科勒西达 不是面包 或是家新三明治 不是千三的交友 或是豪华的深夜 一笑过西饭 挤阳烟灾 烈日下寒风中 坐在天跟上 母亲啊 那边是你 每日的夜餐 母亲啊 那边是你 每日的夜餐 母亲啊 那边是你 每日的夜餐 今天老师不在 我们请智宁帮我们解释一下这首诗 好不好 好 这诗其实就是在描述说我阿嬷 一辈子种田 那她在田里工作的时候啊 你知道就是农人都是早上的时候去工作 然后中午的时候太阳很大嘛 就在树边休息 那下午呢稍微再阴凉一点 再开始工作 他们的作息是这样子 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午餐时间 休息时间 对 然后那个时间他们叫做吃点心 对 吃点心 但是有点像 我爸爸就把他描述说 这个叫做野餐 那他就是要让大家去对比说 我们都市人其实常常都想像说 野餐就是在 坐在外面 然后铺个野餐店 很悠闲的那种感觉 吃三明治 喝可乐 喝果汁 可是对我阿嬷而言 那个东西就是他的野餐 那可能他的汗水 还有泥沙飘过来 混在他的饭里面 可是他还是吃得很自在 治你应该没有种过田齁 有阿 我小时候有帮忙啊 所以你也有去吃过野餐 有 有 因为不吃野餐就亏大了 去帮忙做农作的时候 就是在等着说 妈妈会煮好料的送过来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阿嬷都在种田 然后我妈妈就是负责煮 煮东西 煮野餐的 然后送到田里给很多农人一起吃 改编这首诗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的考量 因为我觉得你的歌里面有很多的 尤其在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很温柔的那种情绪 我其实这首野餐我在写歌的时候 我特别的感受是思念 因为其实我爸爸他每次拜拜的时候 在拜我阿嬷的时候都会哭 就是讲话讲一讲就会哭 然后每次在念关于阿嬷的诗 因为他有写很多诗作是写我阿嬷的 是 那在念那些诗作的时候他都没办法念 他都会哽咽 对 但是他念其他的诗就OK 所以我就想说 那他没有办法念这首诗 那我不如把它唱出来 所以我是抱着一种思念的心情在唱这个野餐 其实在二十年前那时候录影机才刚出现 然后他也还蛮先进的 他就请邻居的小朋友来帮他录影 讲了非常多 他说听说这可以留五十年一百年 你们都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给你们交代 我明国三年就出世了 民国三年出生 我现在八十一年 我很多事情要跟你说 其实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也觉得很感动 其实讲老实话 我听到那一首歌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想哭的感觉 就是你把 你在歌里面藏了一个惊喜 我让你自己讲好了 就是 简单说我就是很煽情 我在做这张诗歌 我想的都是很浪漫的东西 我比较没有考量说方不方便 或者是执行度怎么样 我就是很多心里头的想法 很想要加进去 所以我就把我爸爸的朗诵 然后我哥哥的三个小孩 也就是我阿嬷的真孙 是 的声音 就是刚刚那个 就是我们待会要唱的歌 是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步骤 是把我阿嬷的声音 都放到这张专辑里 我就是想要让四代 大家通通都在这张专辑里面 这张专辑里面 对 可是这件事怎么做到呢 阿嬷的声音 阿嬷就很有趣 阿嬷其实在二十年前 那时候录影机才刚出现 然后他也还蛮先进的 他就请那个邻居的小朋友 对 来帮他录影 讲了非常多 他说 听说这 这可以留五十年 一百年 你们都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给你们交代 我冥国三年就出世了 民国三年出生 现在八十一回 我很多事情要跟你说 然后就讲了很多 他对农村的观念 想法 带人处事的道理 都录在那个录影带里面 影带很长吗 影带蛮长的 他画蛮多的 但我就截取了 一小段我觉得 非常有意义的一句 一段话 放在泥土的间奏里面 他大概讲了什么 他就说 其实你现在听他讲的那些话 你会觉得 真是很先知啊 他就说 我这个三合院 头前看一看 后边也看一看 就是很大的意思 很多人说要叫我去房子 说要叫我盖房子 我不要啦 我们为什么要盖房子 我们也吃没多多钱 没多多 就是吃也不多 穿也不多 我们耐到一定要去那多房子 先知真的 就这个就牵涉到都庚的问题 对 是您请把那个录影带 我们拷贝一份送到行政院去 然后他还说了说 不要用农药 这种事情 然后讲说 像包括食物安全也是 他讲了什么 他说做生理 不是自己好就好 要把人也好 就是人在做事情 不能只想着自己赚钱就好 对 要大家都好 才是真的好 多靠一份 我们送去 很多传统的观念 其实放到现在来看 都是适用的 好 是您这样说 我好想听这首歌 好啊 叫《泥土》 里面很酷是我爸爸的原诗 他其实就保留了我阿嬷讲话的智慧 他用我阿嬷讲的话 直接原封不动 修修改改放到诗里面 所以阿嬷才是诗人吧 阿嬷才是诗人 那我就 我也承袭了这个风格 继续沿用我阿嬷的那个部分 然后我阿嬷因为都唱 都是讲台语嘛 对 所以我就用台语唱那段 等一下 你刚刚说阿嬷的话 修修改改一点点 所以阿嬷那时候说了什么 哪一些歌词 是你把它放进去的吗 待会我会唱台语的部分 好 然后他就是说 像说风是最美的 风是最好的电风扇 然后稻田是最美的风景 水跟鸟声是最美的音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农妇 说出来的话真的是蛮不简单的 阿嬷是哲学家跟诗人 可以这么说 好 我不要听泥土 OK 泥土 我的花想量 路摔曷 怎么发展到不? 诗一语 日日从日出到日落 不知道疲倦的母亲这样说 清凉的风 就是最好的电风 中啊残得是最好的电风 的风景 催生的家乡是最好的电风 催生的家乡是最好的电风 是最好的电风 催生的家乡是最好的电风 讲到青蛙 然后我爸就说 不就唱水鸡 因为海角七号 水鸡 我说水鸡 结果就听到远方我妈妈 因为我爸每次跟我讲电话 我妈就会在远方边做菜 不是啦 我妈就会接过来 我跟你说 你如果要再雅一点 叫做 全世界应该也只有你感改 吴胜老师的诗 而且照我的意思 你刚刚讲到 这张专辑 让你跟老师变得更亲近 其实在做第一张诗歌之前 我跟他的关系 那因为那时候还没当兵 那时候刚当完兵的时候 其实我爸是很担心我的生活的 所以我在做音乐的当下 他在脏话都是在烦恼 说自宁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那所以做这张诗歌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的生活更多 因为他也要因为 因为要做这张诗歌的宣传 会跟我一起 真的就去跑一些通告 那他就会 或者是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那就会发现 哦 还真是有一些歌迷 对 这个东西就让我们 对彼此的生活 会比较放松一点 不会那么担忧 像这张野餐里面 就有超多超多的歌词 是我跟他推敲出来的 哦 怎么说 像说水田 对 水田里面 水田是台语歌 尤其是台语的东西 他意见非常的多 因为他会觉得 台语有一些音律 台语都说得没標準 其实是您的台语算很好的了 普通 对 可以沟通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打电话问他 那譬如说里面有一句话就是 你知道土壤如果健康了 动物们要回来嘛 对 那回来有什么 像那个青蛙 对 像蝙蝠就是蜜蝠 蝙蝠怎么念 蝙蝠是蜜蜜蜜 蜜蜜蜜蜢就是蝉蜶 蜡蜂 蜘蜂 蝙蜴 蜜蜻蜴 蜴蜒 蜴蜴蜴 蜂蜴蜂 蜴蜴蜴就是蚚蜂蜂 蜴蜴蜂蜴 这些就大家比较有共事的 Math k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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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不够文雅这样 不然雅一点好了 叫做四角掌 四角 四角 我说四角 结果就听到远方我妈妈 因为我爸每次跟我讲电话 我妈就会在远方边做菜 我妈就会在远方边做菜 我妈就会在远方边说 不是啦 我不会说 结果到底是什么 我爸就会生气说 那不然你来讲 来来来 你跟你说 我妈就会接过来 我妈跟你说 你如果要再雅一点 叫做 蚕阿爸 田蛙 但是那个阿爸是撞声词 是青蛙 所以这个是台语里面 很美的艺术就是 蚕阿爸 然后我在里面我就唱 蚕阿爸 所以才会是 蚕阿爸在跳 如果当初没有我妈妈的意见 就会变成 水家在跳 味道不同 对对对 没错 就类似这些东西很有趣 而且我打给他们我就会 我有偷偷地录下来 我监听这样 录下他们跟我对话的声音 是 我觉得那对我而言 一定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应 对 这张专辑啊 其实真的感情很深厚 封面是 智宁的阿嬷的身影 里面每一首歌的曲名都是吴胜老师的亲笔 智宁自己完成所有的录音 混音 对 创作 对 唱这样子 刚刚其实都是我们点歌 我想要知道智宁最喜欢哪一首歌 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唱这首歌好不好 好啊 我当初挑选诗作的时候是跟我爸爸一起讨论 然后我挑了其中一首诗他很不认同 他就觉得说 不要不要不要唱这首 可是我超爱这首歌 他的原诗名叫做《婉歌》 是 那因为他就觉得婉歌有点触眉头啊 有点太悲伤了 他想要说尽量挑一些比较田园风的欢乐一点的 可是我自己超喜欢这首诗 因为它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作品 年轻的时候 对 非常年轻的时候 然后里面讲述的就是我生长的小村庄 也就是现在的我们的老家 西州 西州 那他讲的就是一个从出生到老死 在这个村里头的变化 是 我觉得这是他诗里面很大的一个特色 而且也是我喜欢他的诗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他的诗里面有死亡 有凋零 有腐烂 是 有那些其实蛮悲伤的东西 可是我反倒觉得这个就是最迷人的地方 因为把这些东西放到大自然里面 一放到大自然 你就会发现那是很美的 那是一个循环 四季的循环 落叶 对 生与死 对 都是很珍贵的 对 好 那请智宁最后帮我们唱这首歌 赵作 我生长的小村庄 是的 我曾体验过年轻 年轻的飞翔在我身上的小村庄 我曾体验过年轻的彷徨 每一晚迷茫 每一晚迷茫的星光都知道 每一晚迷茫的星光都知道 是的 我曾体验过年轻的彷徨 春天的芬芳 在我身上的小村庄 我曾体验过春天的美味 每一片芙蓝的花瓣都知道 每一片芙蓝的花瓣都知道 我曾体验过爱 爱的沉醉在我身上的小村庄 我曾体验过爱的角度 我曾体验过爱的角度 你每一道凄凉的凝视 那都知道 是的 我曾体验过爱的沉醉在我身上的小村庄 轻轻的听见自己的弯歌 每一处分场的小草都知道 轻轻的听见自己的弯歌 每一处分场的小草都知道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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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吴志宁 谢谢你们 超棒的 这应该是《异想世界》节目 最欢乐的一集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第一次有这么多观众 对